装像一个钉竹一样稳稳落地时 全场乘过片刻后 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家无疑不被他那强大实力所折服 就连见多识广的裁判团 此刻也是乱作一锅粥 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套高难度动作 完全不知道怎么打分 最终裁判团经过场外连线 以及各种商议之后 给出了9.925的全场最高分 李小双也通过这一跳一站风神 成为了中国体操难队的领军人物 最后跟大家普及一下团三周这个动作的由来 团三周是由跳水动作点边来 十米跳台运动员的极限就是 跳个三周半四周 但放在体操上 这个动作就需要平地起跳 完成后空翻三周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动作有多难 这也不难解释 为什么当时裁判打分会那么困难 不过最后 李小双还是顺利完成 在满分十分的情况下 最后只被扣掉了不到0.1分 可见他的实力有多强 对于本场比赛李小双的表现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